作词 李宗盛 祝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路加福音12章54-59节 首先请聆听这段圣言 那时候耶稣向群众说 几时你们看见云彩 由西方升起 立刻就说要下大雨了 果然是这样 几时南风吹来 就说天气会热了 果然是这样 假善人啊 你们知道观察地上 及天上的气象 怎么不能观察这个时机呢 你们为什么不能由自己 来辨别正义的事呢 当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长时 上在路上 你的设法与他了结 怕他拉你到法官前 判官把你交给刑意 而刑意把你压在狱中 我告诉你 非等你还清最后的一分钱 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耶稣借着这段圣言 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要告诉我们 云彩由西方升起 就要下大雨了 这样的常识吗 当然不是 这些常识 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经验积累 就能知道 根本不需要耶稣来传授 耶稣要传授给我们的是 天主子来了 墨西亚来了 他给我们带来了 天上的好消息 希望我们能够相信明白 因为这好消息 为我们是宝贵的 可是当时的很多人 并不接受耶稣 他们假装明白信仰 认识天主 但是耶稣看出了 他们的伪善 叹息他们的无知 耶稣所言所行的一切 处处都在彰显 天主的光荣和能力 他们却看不到 或不愿意承认 今天 我们也反省一下自己 在生活中 有没有明知故犯的时候 有没有在弟兄姐妹面前 表现得很好 内心却非常的空虚 有没有故意找理由 满足自己 对主的教导 却熟视无睹 耶稣所做的一切 都是正义的事 可是很多人 不愿意辨别和接受 所以就不可能悔改 不悔改的结局 就是被压在狱中 永远化地为牢 在伪善的罪恶中 失去一切 虚度一生 没有人愿意这样 更没有人愿意接受 这样的结局 但是 若我们不去观察时机 不辨别正义之事 更不愿面对悔改时 这样的结局 自然会淋于之身 由此可知 耶稣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 明白他的教导 真心悔改 好能使我们在天父面前 获取永远的生命 人为何不愿意悔改呢 因为我们认为 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可是耶稣却谦卑自己 说 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 不能进天主的国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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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